七十列传 屈原假生列传 屈原 明平和楚国王族同姓 担任楚怀王的左徒 屈原见闻广博 记忆力强 申明国家安定与动乱的道理 擅长此令 屈原在朝内就和楚怀王商议国家大事 以便颁发号召命令 在朝外就接待宾客 应付诸侯 楚怀王十分信任他 而上官大夫和屈原职位相同 他为了能得到怀王的宠信 很极度屈原的才能 有一次 怀王命屈原制定国家法令 屈原刚写完草稿 还没最后修订完成 上官大夫见到之后 想多为己有 但屈原不肯给他 他就和楚怀王说屈原的坏话 大王 您让屈原制定法令 上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 每颁布一条法令 屈原就自夸其功 说是除了我之外 谁也做不出来怀王听了 非常生气 因此就对屈原疏远了 屈原对怀王听闻失灵 而不能分辨是非 视线被谈宁谈媚之徒所蒙蔽 而不能辨明真伪 致使邪恶伤害了公道 正直的人不被朝廷所容 感到万分痛心 所以才忧愁苦闷 沉郁深思而写成离骚 所谓离骚就是遭遇忧患之一 上天是人的原始 父母是人的根本 人在处境窘迫的时候 就要追念根本 所以在劳累困苦到极点时 没有不呼叫上天的 在受到病痛折磨 无法忍受时 没有不呼叫父母的 屈原坚持公正 行为耿直 对君王他一片忠心 竭尽才智 但是却受到小人的挑拨离间 其处境可以说是极端困窘了 焉诚心卫国而被君王怀疑 焉忠心侍主而被小人诽谤 怎能没有悲愤之情呢 屈原写作离骚 正是为了抒发这种悲愤之情 诗经国锋 虽然有许多描写男女恋情之作 但却不是印乱 诗经小雅虽然表露了百姓 对朝政的诽谤愤愿之情 但却不主张公开反叛 而向屈原的离骚 可以说是兼有以上两者的优点 屈原在离骚中 网上追溯到帝库K库的事迹 尽是赞扬其缓的伪业 中间叙述商汤 周五的德政 以此来批评时政 阐明道德内容的广博深远 治乱兴衰的因果必然 这些都讲得非常详尽 其语言简约精炼 其内容却脱异深微 其情质高解 其品行连正 其文句虽写的是细小事物 而其意志却极其宏大博深 其所举的虽然都是眼前习见的势力 而所寄托的意义却极其深远 其情质高解 所以喜欢用香草做辟语 其品行连正 所以致死也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身处污泥浊水之中而能洗涤干净 就像禅能从浑浊污秽中解脱出来一样 在尘埃之外浮游 不被世俗的浑浊所玷污 清白高解 出污泥而不染 推论其高尚情质 就是说与日月争辉也是恰疑的 屈原已经被贬 此后秦国打算攻打齐国 齐国跟楚国合纵相亲 秦桧王忧虑这件事 就派遣张仪假装离开秦国 带了丰厚的礼物去投靠侍奉楚国 说道秦国很憎恨齐国 齐国跟楚国合纵相亲 楚国如果确实能跟齐国断交 秦国愿意献出伤 于一带六百里土地 楚怀王贪心地听信了张仪的话 就跟齐国断交 并派遣使者到秦国去接受土地 张仪诈骗楚国的使者说 我张仪跟楚怀王约定的是六里 没有听说过六百里 楚国使者愤怒地离开秦国 回国报告楚怀王 楚怀王恼怒 大肆兴兵攻打秦国 秦国出兵迎击储军 在丹水西水一带把储军打得大败 斩杀八万储兵 俘虏了储军将领区 城市夺取了楚国汉中一带地区 楚怀王就出动全国兵力 来深入攻击秦国 在蓝田交战 魏国听到这个讯息 发兵袭击储国 一直深入到邓义 储国军队恐惧 就从秦国撤军回国 而齐国忠因恼怒 而不肯援救楚国 楚国大为困魄 第二年 秦国提出 割让汉中一带土地和楚国讲和 但楚怀王说 我不希望得到土地 只想得到张仪就甘心了 张仪听到这话 就说用我一个张仪来抵汉中之地 请大王答应我去楚国 张仪到楚国之后 又给楚国掌权的大臣 进上送上厚礼 并用花言巧语 欺骗淮王的宠姬郑秀 淮王竟然听信了郑秀的话 把张仪又给放跑了 这时屈原已被疏远 不再担任重要官职 刚被派到齐国出使 回来之后 向淮王觐见说 大王您为什么不杀了张仪呢 怀王感到很后悔 派人去追赶 但已经来不及了 在此之后 各诸侯国联合攻打楚国 大败楚军 杀死了楚国大将唐妹 M 当时秦昭王和楚国结为殷亲 想和楚怀王见见面 楚怀王想要前往 屈原劝谏说 秦国是虎狼一般贪暴的国家 是不能信任的 还是不去为好 可是怀王的小儿子子兰 劝怀王前去 他说 为什么要断绝了秦王的好意呢 怀王最终还是去了 但他刚一进武关 秦朝的伏兵就斩断了他的归路 把怀王扣留 为的是让他答应割让土地 怀王大怒 不肯应援 逃到赵国 但赵国拒绝接纳 然后又来到秦国 最终死在秦国 尸体运回楚国安葬 怀王的大儿子请乡王继委 任命他的弟弟子兰为另言 燕子兰劝怀王入秦 而最终死在秦国 楚国人都把此事的责任归罪于子兰 屈原对子兰的所作所为 也非常痛恨 虽然身遭放逐 却依然眷恋楚国 怀念怀王 时刻惦记着能重返朝廷 总是希望国王能突然觉悟 不良习俗也为之改变 他总是不忘怀念君王 复兴国家 扭转局势 所以在一篇作品中 多次流露此种心情 然而终究无可奈何 所以也不可能再反朝廷 于此也可见 怀王最终也没有醒悟 作为国君 不管他聪明还是愚蠢 有才还是无才 都希望找到忠臣和贤士 来辅佐自己治理国家 然而王国破家之事却不断发生 而圣明之君 太平之国 却好多世代都未曾一见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 其所谓忠臣并不忠 其所谓贤士并不贤 怀王因不知晓忠臣之之分 所以在内被政袖所迷惑 在外被张仪所欺骗 疏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 获令尹子兰 结果使军队惨败 国土被侵占 失去了六郡地盘 自己还流落他乡 克死秦国 被天下人所耻笑 这是由于不知人 所造成的灾祸 一经上说 井已经输郡干净 却没人来喝水 这是令人难过的事 国君若是圣明 大家都可以得到幸福 而怀王是如此不明 那里配得到幸福啊 令严子兰听到以上情况 勃然大怒 最终还是让上官大夫 去向请湘王说屈原的坏话 请湘王一生气 就把屈原放逐了 屈原来到江边 劈头散发在荒野草泽上 一边走 一边悲愤长吟 脸色憔悴 形体干瘦 一位渔翁看到他 就问道 您不就是三驴大夫吗 为什么到这里来呢 屈原说 全社会的人都污浊 而只有我是干净的 大家都昏沉大醉 而只有我是清醒的 所以我才被放逐了 鱼翁说 一个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 对事物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能随着世俗风气而转移 全社会的人都污浊 你为什么不在其中随波逐流 大家都昏沉大醉 你为什么不在其中吃点残羹剩酒呢 为什么要保持美欲一般的品德 而是自己讨了个被流放的下场呢 屈原回答说 我听说过 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 刚洗过身躯的人一定要把衣服上的尘土抖干净 人们又有谁愿意以清白之身 而受外界污垢的电染呢 我宁愿跳入江水长流之内 葬身于腹之中 也不让自己的清白品德蒙受世俗的污染 于是屈原写下了作品《怀沙》 其中这样写道 阳光强烈的初夏啊 草木茂盛的生长 悲伤总是充满胸膛啊 我急匆匆来到南方 眼前是一片茫茫啊 沉寂的毫无声响 我的心情沉郁悲开啊 这令人伤心日子又实在太长 腹心反省而无过错啊 蒙冤自意而无惧 想把方木削成原木啊 但正常法度不可改意 抛开正路而走邪境啊 那将为君子所比弃 明确规范 牢记法度啊 往日的初衷绝不反悔 品性忠厚 心地端正 为君子所赞美 巧匠不挥动斧头砍销啊 谁能看出是否合乎标准 黑色的花纹放在幽暗之处啊 盲人会说花纹不鲜明 梨楼稍微一瞥就看得非常清楚啊 盲人反说他是失明无光 事情竟是如此的黑白混淆啊 上下颠倒 凤凰被关进笼子里啊 鸡和野质却在那里飞跳 美玉和粗食被掺杂在一起啊 竟有人认为二者也差不了多少 那些帮派小人卑鄙极度啊 全然不了解我的高尚情操 任重道远负在太多啊 陈县组织不能向前 身还美玉品德高啊 处境困窘向谁献 城中群狗胡乱叫啊 以为少见没怪就叫唤 诽谤英俊一豪杰啊 这本来就是小人的丑态 外表粗疏内心朴实啊 众人不知我的意惨 未雕饰的材料被丢弃啊 没人知道我所具有的智慧和品德 我注重人与义的修养啊 并把恭敬忠厚来加强 余顺已不可再遇啊 又有谁知道我从容坚持自己的志向 古代的圣贤也难得同事而生啊 又有谁能了解其中缘由 商汤下雨距今是何其久远啊 渺茫无际难以追攀 强压住悲愤不平啊 抑制内心而使自己更加坚强 遭受忧患而不改变初衷啊 只希望我的志向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 我又顺路北行啊 迎着昏暗将近的阳光 寒忧郁而强作欢言啊 四王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尾声浩荡的圆江 湘江水啊 不停的流淌翻涌着波浪 道路漫长而又昏暗啊 前程又是何等的恍惚渺茫 我怀着长久的悲伤割淫不止啊 凯然叹息终此事 世上没人了解我啊 谁能听我诉忠诚 情操高尚品质美啊 芬芳洁白是无双 伯乐早已死去啊 千里马谁能识别他是俊良 人生一世秉承命运啊 各有各的不同安排 内心坚定心胸广啊 别的还有什么值得畏惧 崇重忧伤长感慨啊 永世长叹无尽哀 世道浑浊知音少啊 人心叵测内难猜 人生在世终须死啊 对自己的生命就不要太真爱 明白告知是君子啊 我将永为人魔凯 于是屈原就怀抱石头 投入秘罗江自杀而死 屈原死后 楚国有宋玉 唐雷 警差等人 他们都爱好文学 而以擅长辞父著名 但他们都只学习了屈原辞令 委婉含蓄的一面 而最终没人敢像屈原那样直言劝谏 此后 楚国一天比一天弱小 几十年之后 终于被秦国消灭 自从屈原沉江而死 一百多年之后 汉朝有个贾生在担任长沙王太父时 经过香水写一篇慈父投入江中 以此祭调屈原 贾生名叫贾义是洛阳人 在十八岁时就因诵读诗书会写文章而文明当地 吴廷卫担任河南郡守时 听说贾义才学优异 就把他召到衙门任职 并非常器重 汉文帝刚即位时 听说河南郡守武功正绩卓著 为全国第一 而且和李斯同乡 又曾向李斯学习过 于是就征召他担任廷卫 吴廷卫就推荐贾义年轻有才 能精通诸子百家的学问 这样汉文帝就征召贾义让他担任博士之职 当时贾义二十有余 在博士中最为年轻 每次文帝下令让博士们讨论一些问题 那些年长的老先生们都无话可说 而贾义却能一一回答 人人都觉得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博士们都认为贾生才能杰出 无与伦比 汉文帝也非常喜欢他 对他破格提拔 一年之内就升任太中大夫 贾义认为从西汉建立到汉文帝时 已有二十多年了 天下太平 正是应该改正立法 便意辐色 定立制度 决定官明 振兴礼乐的时候 于是他草拟了各种仪法 崇尚黄色 遵用五行之说 创设官明 完全改变了秦朝的旧法 汉文帝刚刚即位 谦虚退让而来不及实行 但此后各项法令的更改 以及诸侯必须到封地区上任等事 这都是贾义的主张 于是汉文帝就和大臣们商议 想提拔贾义担任公卿之职 而将侯周伯 贯英 东阳侯 冯敬这些人都嫉妒他 就诽谤贾义说 这个洛阳人 年纪轻而学识浅 只想独揽大权 把正式弄得一团糟 此后 汉文帝于是就疏远了贾义 不再采纳他的意见 任命他为长沙往太赴 贾义向文帝告辞之后 前往长沙赴任 他听说长沙地势地窝 气候潮湿 自认为寿命不会很长 又是因为被贬至此 内心非常不愉快 在渡香水的时候 写下一篇慈父来评调屈原 负文这样说 我供奉天子诏命 带罪来到长沙任之 曾听说过屈原啊 是自沉蜜罗江而常事 今天我来到湘江边上 拖江水来净掉先生的英灵 遭遇纷乱无常的社会 才逼得您自杀失去生命 啊呀 太令人悲伤了 正赶上那不幸的年代 鸾凤潜伏隐藏 吃消却自在翱翔 不才之人尊贵显赫 阿鱼凤城之辈得志猖狂 圣贤都不能顺随行事啊 方正的人反屈居下位 世人竟称薄仪贪婪 道之连结 莫也宝剑太顿 千刀反而是利刃 喂呀呀 先生您真是太不幸了 平白遭此横祸 丢弃了周代传国的无价顶 凡把破货当骑货 驾着疲惫的老牛和博驴 却让骏马垂着两耳拉延车 好端端的礼貌当鞋垫 这样的日子怎能长 哎呀 真苦了屈先生 为您遭受这非来祸 尾声 算了吧 既然国人不了解我 抑郁不快又能和谁诉说 凤凰高飞远离去 本应如此自隐退 效法神龙隐冤底 深藏避祸自爱惜 韬光晦迹来隐处 岂能与蚂蚁 水智 蚯蚓为邻居 圣人品德最可贵 远离卓氏而自隐腻 若是凉麻可栓细 怎说异于犬羊泪 事态纷乱遭此祸 先生自己也有责 游历九州人则军 何必对故都恋恋不舍 凤凰飞翔千刃上 看到有德之君 才下来妻子 一旦发现危险兆 镇翅高飞远离去 狭小乌浊的小水坑 怎能容得下吞舟大鱼 横绝江湖的大鱼 最终还要受制于蝼蚁 贾义在担任 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 一次有一只蕭鸟飞进他的住宅 停在了座位旁边 楚国人把蕭叫做福 贾义原来就是阴被贬来到长沙 而长沙又地势低洼 气候潮湿 所以自认为寿命不长 悲痛伤感 就写下了一篇附来自我安慰 附文写道 丁某年四月初夏 庚子日太阳西斜的时分 有一只猫头鹰飞进我的住所 它在座位旁边停下 样子是那样的自在安闲 奇怪只鸟进我家 撕下一怪是为啥 打开挂书来占卜 上面再有这样的话 野鸟飞入注射呀 主人将会离开家 请问鸟啊 我离开这里将去何方 是急就请告我 是凶 也请告我是什么祸殃 生死迟速有定数啊 请把七线对我说端详 秒听罢长叹息 抬头振翅以会议 嘴巴不能说话 情意意向是自推度 天地万物常变化 本来无有中之时 如窝流旋转 反复循环 外形内气转化相续 演变如蝉退化一般 其道理身微无穷 言语哪能说的周辩 祸当中傍以着福 福当中也埋藏着祸 优和喜同聚一起 吉和兄同在一个领域 当年吴国是何等的强大 但吴王夫差却以此而败王 越国败出会机 勾建以此称霸于世 李四游秦顺理成功 却终于遭受五行 副说原为一行徒 后来却成五丁香 或对于福来说 与绳索互相缠绕 有什么不同 天命无法详解说 谁能预知它的究竟 水城激流来势猛 见欲强力射得远 万物循环往复长激荡 运动之中相互起变化 云生与将多反复 错综变换和分反 天地运转造万物 漫无边际和浩瀚 天道高深不可预测 凡人思虑难以谋算 生死的迟早都有命 谁能知其道来时 何况天地为巨炉 自然本为私炉宫 阴阳运转世炉炭 世间万物皆为同 其中聚散或生灭 哪有常规可寻踪 错综复杂多变化 未曾见过有集中 成人亦为偶然是 不足真爱慕长生 纵人死去化异物 又何足忧虑心胆经 小智之人顾自己 比搏外物重己身 通人达官和大度 死生祸福无不宜 贪腐为财赔性命 烈士为名望死生 喜好虚名者为权势而死 平民百姓又怕死贪生 而被名利所诱惑 被贫贱所逼迫的人 为了钻扬而奔走西东 而道德修养极高的人 不被物欲所屈服 对千百万化的事物等量器官 渔夫被俗类羁绊 拘束得如囚徒一般 有智德的人能一世气俗 只与大道同存在 天下众人迷惑不解 爱憎之情积满胸义 有贞德的人甜淡无味 独获大道同生息 舍弃智慧望行海 超然物外不知有己 在那空旷恍惚的境界里 和大道一起共翱翔 乘着流水刃一行 碰上小舟就停止 将身躯托付给命运 不把他看作私有之体 活着如同鸡鱼事 死了事长休息 内心宁静就如无波的深渊 浮游就如不济缆绳的小舟 不因活着重以命 修养空灵之性不拘泥 智德之人无俗泪 乐天之命负何忧 鸡毛蒜皮区区小事 哪里值得忧虑生矣 一年多之后 贾义被召回京城 拜见皇帝 当时汉文帝正坐在宣誓 接受神的降福保佑 因文帝有感于鬼神之事 就向贾义询问鬼神的本源 贾义也就乘机周详地讲述了 所以会有鬼神之事的种种情形 到半夜时分 文帝已听得很入神 不知不觉地在坐席上总往贾义身边一栋 听完之后 文帝铠叹道 我好长时间没见贾义了 自认为能超过他 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过了不久 文帝任命贾义为梁淮王太父 梁淮王是汉文帝的小儿子 受文帝宠爱 又喜欢读书 因此才让贾义当他老师 汉文帝又封淮南立王的四个儿子都为列后 贾义劝谏 认为国家祸患的兴起就要从这里开始了 贾义又多次上书皇帝 说有的诸侯封地太多 甚至多达几郡之地和古代的制度不符 应该逐渐削弱他们的势力 但是汉文帝不肯听从 几年之后 梁淮王因骑马不慎 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 没有留下后代 贾义认为这是自己做太父 没有尽到责任 非常伤心 哭泣了一年多 也死去了 死的时候年仅33岁 后来汉文帝去世 汉武帝即位 提拔贾义的两个孙子 任俊守 其中贾家最为好学 继承了贾义的家业 曾和我有过书姓往来 到汉昭帝时 他担任九卿之职 太史公说 我读了黎骚 天问 招魂哀影之后 很哀怜屈原的心智 来到长沙 游览了屈原 头江自沉的地方 不禁流下眼泪 想念他的为人 等到读了假生 调念屈原的父 又撕下怪屈原 凭着他那样的才能 如果去游说诸侯 哪个国家不会容纳他呢 而竟然使自己 落到这样的境地 读了福鸟父之后 领悟到死生可等同事之 身世的扶尘也不足重视 我不禁茫然若失了 屈平行政 已是怀亡 锦鱼笔节 日月争光 终而渐放 缠者一张 富骚渐至 怀杀自伤 百年之后 空碑掉香 闼 你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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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